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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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牛的一只脚 我觉得它的估值基础是存在的 而且是有吸引力的 好 那卢总观点 我觉得市场这两周其实都在等待 因为有一个新的变量出来了 就是科创版下周一就可以进行交易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然后整个的市场都在等这个事件出来 然后今天我们觉得是一个吸引科创版的 这么一种喜人的这么一种现象出现了 吸引科创版是吧 吸引科创版 我觉得整个的市场就是开始走暖 然后走暖了 券商这一块它历来就是一个市场 风向标 能暖的一个风向标 如果市场走好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券商股它是非常有弹性的 然后今天地产这一块涨了 其实跟保利的出人出色的业绩 是非常相关的 整个的地产股其实估值还是挺便宜的 但是反过来看了它的增长其实也并不慢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低估的 所以市场选择以这两个板块来作为一个提振市场的这么一个 注暖器吧 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换句话说你是否认为说这两个板块的走强意味着后面的市场不必太微观 我觉得悲观真的没有必要太悲观 只是现在的确是走强的确是还缺少一些追换剂 我们也希望来整个的科创板这一块出来以后来能够提升 就是整个市场的估值 尤其是科技股这一块的估值 好 那看看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和我们做的互动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券商和房地产板块走强 投资机会怎么看 我们两位观众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网友David说科技加券商是下半年和明年的主题 优质的白马股和龙头股会一直缓慢上涨 面朝大海就说到了说真的不知道A股到底想选择什么方向 是一个认为很明确 一个认为说看不明白现在市场的方向 我觉得是牛市 我觉得就看这个网友还有这个整个市场情绪来看 都认为这个还是一些比较偏悲观的 但是我觉得今年上半年是A股呢 是牛贯全球涨百分之二十 我觉得涨百分之二十就是牛市 这是一个牛市的这个标志 只不过呢 绝大部分的这个散户朋友呢 都持有那些比较不太好的股票 它感觉不到牛市 我觉得核心资产在不断不断的走强 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啊 换句话说您还是认为说 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核心资产还会继续走强 是吧 好的谢谢两位 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昨天有市场传言称呢 由于监管方面的障碍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陆金锁将放弃P2P业务 对此陆金锁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 来看记者的报道 陆金锁是中国平安旗下成员之一 2011年以P2P业务起家 2016年底陆金锁将P2P业务 交由其全资子公司陆金福专营 而陆金锁则成为一个金融产品的开发平台 对于陆金锁放弃P2P业务的消息 陆金锁在其官方微博上回应称 陆金福P2P业务正积极响应和配合监管三降要求 现有产品与客户权益不受影响 而所谓三降是指出借人人数下降 业务规模下降 借款人人数下降 陆金锁它这个公司还是在提起响应监管的要求 因为三降这个事情是一直从互联网金融整治以来一直在提 通过过去几年的调整 P2P的业务从早年陆金锁的核心 逐渐缩减至业务占比不到10% 对当下陆金锁整体的经营和长期的发展影响 已经不在 根据平安集团此前发布的季报显示 2019年第一季度 陆金锁资产管理规模较年初增长2%至3767.07亿元 管理贷款余额较年初稳健增长7.5%至4031.21亿元 目前陆金锁控股已完成C轮融资 投后估值达394亿美元 此前陆金锁旅传上市消息 但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监管驱延 P2P业务或将成为其上市的绊脚石 陆金锁放弃P2P业务固然有怎改压力 但更重要的考量 应该是陆金锁的上市计划 受到了P2P业务的拖累 而陆金锁的长期发展 又迫切需要获得资本市场的助力 陆金锁如果放弃P2P业务 应该是两利相存时 选择了更重要的上市的机会 牺牲业务占比已然不大 而发展不缺点性 还比较大的P2P的业务 7月18号晚间 星号SD除英公告称 公司股票已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股票面值 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亿元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根据深交所规定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 均低于股票面值 深交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7月5日以来 星ST除英股价连续10个交易日低于亿元 7月18日 公司股价下跌1.06% 收于每股0.93元 星ST除英后续10个交易日的市场表现 受到高度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 对于此类上市公司要警惕投资风险 我们认为在退市制度 严格实施和科创版注册制的推行背景下 A股市场的各方参与者将越来越推崇 价值投资 基本面差的上市公司股票将被边缘化 和估值下调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快 在当前市场条件下 建议投资者坚持价值投资的原则 多关注上市公司组营业务成长性和财务杠杆的使用情况 新SD除英创始于1988年 2010年9月上市 被业界称为中国养猪第一股 2018年11月6日 新SD除英发行的 18除英农牧SCP-001为约 英厂本息共计5.28亿元 两日后 公司公告 计划对公司现有债务调整支付方式 本金主要以货币资金方式延期支付 利息部分主要以公司火腿 生态肉礼盒等产品支付 公司已经与小部分债权人达成初步意向 涉及本息总金额2.71亿元 这被认为是A股上市公司第一起违约肉肠事件 新SD除英的债务违约之路 犹如推倒了多米诺股牌 目前新SD除英已陷入多重困境 公司披露的2018年年报显示 即2018年营业收入为35.56亿元 同比下降37.6% 净利润亏损38.64亿元 同比下降8650.78 2019年一季度 新SD除英继续亏损 实现营业收入3.96亿元 同比下降65.1% 规模净利润亏损11.03亿元 同比下降977.53% 对于2018年巨额亏损的原因 新SD除英在公告中提到 2018年6月开始 公司出现资金流动性紧张局面 由于资金紧张 饲料供应不及时 公司生猪养殖死亡率高于预期 第一是从行业周期上来看 2018年是生猪养殖行业的价格底部 同时又叠加了非洲猪瘟疫情 导致了生猪养殖行业普遍大幅亏损 该上市公司的管理和生产技术竞争力 较为一般 在防疫成本显著提高 和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双重压力下 进一步扩大了经营亏损和资产减值 第二是我们观察到 该上市公司近年来 在非主营业务相关的领域 进行了多重的对外投资和收购 过度的使用了财务杠杆 形成了不小的隐形负债 今天的热点行业之中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消费 一到暑期 很多家庭开始了亲子游 而去的最多的就是主题公园 今年暑假期间 各地的主题公园 又有哪些新的项目推出 出游人群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进入暑期 深圳各大主题公园 陆续开启以消暑为主题的活动 今年 深圳世界之窗 全新推出瓦红啤酒节 首次带来线上线下 共狂欢的体验 深圳景秀中华以日常探明俗 夜场顽狂欢围主线 推出全民街头泼水等系列活动 近日 深圳欢乐谷麻雅水公园 青子细水区也正式全新开放 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这几年我们整个的家庭游人群是逐年增加 基于这种情况 在2019年我们市值了将近5亿 投资改造了三大主题区 其中麻雅水公园 我们重新打造修建了青子吸水区 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家庭游市场的需求 不仅在深圳 其他城市的主题公园在进入暑期以来 同样也出现了游客爆满的现象 各地的主题公园也有针对性地 推出了适合亲子游的项目 暑期以来从我们的数据来看 带孩子去国内主题乐园的预定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3% 国内的主题乐园 除了传统的游乐场表演剧场之外 有的主题乐园还集齐动物保护 动物观赏 科普教育为一体 寓教娱乐 那从协城的大数据显示呢 今年暑假主题公园的预定人数方面 同比去年是有3%的增长的 那交易额方面也是有上升的趋势 那同比去年有5%的增长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一个出行人数方面 其实也是集中在亲子游方面 那80后是占了比较大的比例 占到40%左右 受航空公司运力增加等因素影响 今年暑期 无论国内游还是出进游 机票价格均呈同比下滑趋势 这使得暑期旅游热度大幅上涨 协城数据显示 最近三年暑期机票预定中 儿童旅客0到12岁 在暑期总旅游人数中的占比 都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今年也不例外 截至目前 协城平台上 2019年暑期儿童票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50% 二海同游激增已成为暑期游市场的新潮流 今年暑期的旅游特点我们感觉 还是以亲子游为主 特别是家庭出游 我们今年暑假新开了零支航线 这个航线非常有吸引力 一线城市以北京上海这种传统游 还是非常的稳定 主要增长的目的地 还是在西南西北 中部从这两年的增幅来看 客源的增幅每年暑期都非常稳定 平均都在15%到20%的稳定的一个增长 近年来 各类主题景点都表现出了 强劲而稳定的业务量 近日 爱意康联合国际主题娱乐协会 共同发布了 2018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 报告显示 2018年 全球十大主题公园集团的游客总量 有史以来首次超过5亿人次 相当于全球人口的7% 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在我们的印象中 主题公园大多扎堆在一线城市和 长三角 珠三角等地区 不过近年来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 二三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主题公园 开始迅速的崛起 近年暑期前后 华强方特在全球二三线城市 就有四座全新公园陆续开业迎客 陈辉军是这家主题公园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这四座主题乐园深入挖掘了不同地域文化资源 并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全新创意转化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复兴之中 国学热成为一种现象 我们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和胡乡地域特色为创意基础的新兴主题乐园 满足了游客 对旅游产品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和精神需求 用高科技讲好中国故事 越来越多的主题公园逐渐从一线城市 转向了二三线城市发展 携程旅行数据显示 近几年继主题乐园密集扎堆长三角 金经济和珠三角地区后 西部经济比较发达的成余地区也迅速崛起 成为资本竞相投资布局的中国主题乐园第四级 旅游资源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原因 它所覆盖的市场半径始终是有限的 那么为了适应当前的这个趋势的发展 也为了更好的满足更多地区游客的需求 那么我们华侨城集团也做出来了 把主题公园的这个不点不局 我们从一线主力城市向二三线城市 我们去进行一个分阶段分批次渗透的问题 我们认为还是整个国民经济实力在增长 那它的出行的经济能力 包括出行的交通能力 我觉得已经超越了我们以前对这个市场的评估 那二三线城市的增长率的话 目前已经超出了我们整个对市场评估的预期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消费人群 它已经开始往一些下面的 二三线城市的主题公园上面进行倾斜 从目前以新建或正在建设的主题公园来看 全国都在加码主题乐园 文旅城的建设 2019至2020年将迎来一轮集中开业潮 中国游艺基游乐园协会分析指出 目前我国主题公园主要分布在北京 长三角 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 单一线城市的主题公园不仅处于饱和状态 而且未来将要面对环球影城等国际巨头的冲击 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我国二三线城市的主题公园得到了飞速发展 现在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居民 它也逐渐进入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使得这块的需求也是开始爆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产品的供给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也是逐渐开始填补这个空白 所以可能投资的主要的方向 它也开始往二三线城市开始迁移 除了华侨城 华强方特 长龙集团 宋城集团等 头部企业领头外 也有刚加入的地产商强势跟头 科尔瑞研究机构数据显示 2018至2020年 拟建中国主题乐园公园的投资总额为 人民币745亿元 2021至2025年的投资总额 预计为人民币1300亿元 平均投资额约为每座29亿元人民币 这一投资金额明显高于过去20年的投资水平 主题公园的兴起也带动了演艺行业的发展 随着旅游消费的增长 在各地的旅游市场上 印象系 千古琴戏等演艺项目受到了游客的追捧 继续来看报道 今年6月底 总投资10亿元的张家界千古琴景区开门迎客 开业仅周末两天 就上演10场演出 场面十分火爆 我看了这台节目感觉 那就是根本的体验度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这台节目的话 把这个远古和现代的元素都结合起来了 反正然后它的这个灯光效果 各方面的都比较好 所以自我感觉感官还是挺好的 我是觉得说咱们这边可能会比较偏亲子化一些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游客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如果有考虑那个家庭啊孩子什么的可能会相对OK一些 米长征就是这家景区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这个暑期张家界千古琴的演出场次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近几年 他们将主题公园加文化演艺模式 已经复制到三亚 丽江 酒寨等旅游目的地 我们原计划一天就是两场 现在已经超预期了 现在都加场 有时候一天加一场 基本上现在在三场四场 现在我们在旺季期间每天是四场 有可能是增加了五场到周末的时候 今年4月1号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是我国目前首个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文件 对旅游行业后续成长具有刚领性意义 该文件明确表示 到2025年 旅游演艺市场繁荣有序 发展布局更为优化 涌现一批有示范价值的旅游演艺品牌 携成玩乐平台数据显示 进入今年7月以来 演艺表演类门票数据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2% 成交量同比增长近8% 其中国内为上海 南京 徐州 深圳 杭州 广州 乐山 湛江等目的地的 演出表演类门票最受欢迎 从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的这个东方泥商 龙凤中华到世界之窗的盛世纪 也包括我们东部华城一度推出的这个天产 北京华销城的咱们的金面王朝等等吧 华销城集团旗下大大小小每天上养的演出 其实有几十场之多 内容非常丰富 主题性也非常的多 大型演艺对于景区去完整地展示 自己所要表达的文化艺术的内容 同时去开发我们的夜间市场 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 国刑证券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 2005年以后 随着印象刘三杰等演艺项目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日渐显现 旅游演艺项目呈现井喷式增长 近几年来 主题公园加旅游演艺行业集中度逐步提升 基本超过60%的份额 被千古琴系 印象系 山水系 及长龙系四大演艺公司占据 预计在未来三到五年 主题公园加旅游演艺行业 将迎来新的黄金发展期 近年来 我国旅游行业也在快速地发展 在资本市场上 和主题公园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如何 投资机会又在哪里呢 万德数据显示 近年以来 中性餐饮旅游指数 A股上涨21.85% 跑赢大盘 同期商政宗值仅上涨16.33% A股主题公园概念的上市公司 主要有华侨成A 宋城演艺 大连盛亚三家 截至7月18日收盘 今年以来 这三家上市公司股价 分别上涨20.32% 14.78% 68.37% 前期涨幅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虽然股价也回落 但是在今年 如果就上面的涨幅来看的话 整理也还可以 但是我们觉得 就是就整个行情的角度来说 还是有业绩的公司 它可能跑得会更远一些 类似的像这种免税 然后酒店演艺相关的 这种行业的龙头公司 其实中场线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会更有投资价值一些 就主题公园这个行业一直也很火 迪士尼2019财年第一季度 实现营收153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业绩最亮眼的依然是主题公园 及相关业务 公园体验及消费品业务收入增长5% 至68.2亿美元 A股主题公园概念的 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同样出色 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 华郊城A 宋城演艺 大连圣亚三家主题公园 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 分别为79.2亿元 8.25亿元 0.44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24.95% 15.85% 5.9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能满足这种家庭休闲度假的 这种领域 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比如像这种目的地的一些 方面的打造 包括古镇 包括像三亚 丽江这些 一些旅游目的地 它通过休闲度假的这种设施打造 其实是很能吸引大家的一个旅游的 然后再就是属于产品打造上面 现在关于这种休闲型的产品 包括像夜间的旅游产品 都是各个地方政府 以及休克 都是非常喜欢 就是喜闻乐见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未来的话 就是旅游 开始往娱乐和购物 这个方面发展的 它应该是比较有潜力的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请 英大证券研究所的所长李大肖 深圳大语资本的董事长卢山 为我们解读旁边和网友的最新疑问 今天旁边上我们看到贵金属的板块表现相对是不错的 怎么看这个板块的表现 它没有估值的支撑 但是贵金属又往往就是行情的人气的一个表现 那么往往贵金属券商这些一起来 我觉得这个牛是又有戏了 只不过我不推荐他们 我还是看好大篮筹 我觉得这一次是人生之中 唯一一次从开放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机会 要珍惜他们 要牢牢把握核心资产 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对核心资产不屑一顾 比如说内房股 比如说房地产股 比如说金融股 比如说那些篮球大白马 其实两位刚才在节目当中都不约而同 谈到了对下周一科创版的期待 那么罗总觉得科创版能给主板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变量 科创版一上以后来 首先是估值方面 就是科创版本身它发行的估值就比较高 然后上市以后来 它是一个短期的热点 大概率它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涨幅 这样整个的估值体系来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科创版这边的股票估值特别高 但是回到主板跟它类似的对标的科技公司 可能会显得估值就特别便宜 我觉得不排除有种可能就把主板的科技股这一块 就是把它给带起来了 如果能够形成这么一种共振的话 我觉得这个市场来讲来 应该讲应该是有一个好的热点的出现 这个应该对后市市场的发展 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一件事 李总有什么补充 我稍微谨慎一点 我觉得任何东西 我觉得还是价值 还是价值才是永恒 就是很多东西 我们要看到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往上移架 还有一种可能是价值回归 我觉得也是存在 不能否认只有一个可能 但是全球你看十大股票里面 有六大市值股票 其实都是科技类的 但这个过程你摆到几十年前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核心的 消费的这一类 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推动的 这么一种原动力 在当前来看应该还是科技 所以看长远一点 我觉得科技的未来 应该还是非常光明的 有分歧总是正常 有分歧总是正常 市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追寻着 这个价值的主线 好 感谢两位的分析 下面的时间 我们要交给上海野模式了 你好 靳强 小军你好 那对今天我们互动话题 券商和房地产板块走强 投资机会怎么看 我们的嘉宾李大肖是认为说 低估的房地产笼 具备吸引力 庐山则认为说 目前市场多空分歧比较大 科技板块的机会将会更大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你们继续讨论 好 谢谢小宁的介绍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接下来回到上海演播室 首先来看一下 目前盘面当中的表现情况 指数的表现情况 现在来看 护身300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强 3803.67点 涨幅是0.94% 上证指数是2923.74点 涨幅是0.78% 另外创业板指数 涨势相对也比较好 1537.67点 上涨了0.87%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券商和房地产板块走强 投资机会怎么看 另外我们每天会在 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上 开展谁是最佳的评选活动 来进入央视交易时间的 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谁是最佳 选出您节目当中 最佳主持人和最佳嘉宾 每天的投票结果 我们将在下午节目的最后揭晓 来看今天重点关注的节目内容 QP3000亿美元额度上限可能取消 外资活水入A将更便捷 290家机构已经获得QP资格 上半年外资竞争持债券和股票 493亿美元 选股偏好行业龙头 陆家嘴观察 QP限额取消 会投哪些A股 财经资讯精华 近在陆家嘴观察 今天的陆家嘴观察 我们关注的话题是 QP限额取消 会投哪些A股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 新闻发言人表示 要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开放 研究适度放宽 甚至取消QP额度管理 此前今年6月份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 在陆家嘴论坛上 也做出过类似的表述 按照现行的制度 QP没额度管理 总额度是3000亿美元 外汇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到6月28号 获得QP资格的机构数量 已经达到了290家 累计货批额度是 1069.96亿美元 最新统计显示 1到6月份 境外投资者竞增持 境内债券和上市股票 493亿美元 其中债券竞增持 416亿美元 股票竞增持78亿美元 有分析说 如果QP额度管理取消 外资活水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将更加便捷 那么QP投资A股市场 有什么偏好 对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来看记者顾志毅的观察 今天的拉底观察 我们来关注QP限额 面临取消 QP是外资的典型代表 自从2003年引入A股市场 已经有16年 那么截至6月末 QP的货批总额度 约为1070亿美元 占A股总市值是不到2% 依然是比较低 而昨天 外汇管理局表示 将改革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扩大投资范围 研究适度放宽 甚至是取消QP额度管理 应该说放宽甚至是取消QP额度管理 是外汇市场的开放 也是A股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 QP制度本身是在我国资本项目 尚未开放的情况下 有限度引进外资 开放资本市场的过渡性制度 当时大家都担心外资大量进来 而现在市场各方更加成熟 放开更具条件 看看我国的互联网企业 将腾讯阿里百度 去了美国香港上市 现在都成为了世界级的企业 而A股上的进一步开放 外资进来后 做股东甚至是大股东 都有利于A股企业更加市场化 更具全球事业成为世界级的公司 那么一旦QP放开了 外资大量进来后 他们都会买哪些公司呢 我们也梳理了目前A股市场上 QP买的最多的一些公司 接至今年的一季度 持有市值最高的是北京银行 达到了175.5亿元 第二名是贵州茅台 158.8亿元 接下来为美地集团 恒瑞医药和海尔之家 全都超过了40亿元 而第六到第十呢 分别是上海机场 中国国旅 格力电器 海康威视和爱尔眼科 持有市值呢 也都超过了20亿元 那么总体来看呢 QP的持股啊 各行各业都有 例如房地产呢 有14家 白色家电有13家 另外像汽车造纸 还有像中药 高速公路 水泥燃气等等 全都有 那他们呢 是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这些公司啊 基本都是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 而操作上呢 一般都是中长期持有 就像著名的奥本海默基建啊 2014年就几乎满仓 买了贵重茅材 一拿呢 就是四五年 最后呢 是赚的盆满钵满 目前啊 A股市场的外资占比啊 在3%左右 而在日本韩国呢 外资占比都超过了10% 高峰的时候啊 甚至是超过了30% 所以一旦QP额度取消 加上A股纳入MSCI 纳入富时罗素 外资进入A股的潜力啊 是非常巨大 那么从所有的数据来看呢 结合日本韩国市场 外资最喜欢的公司啊 就是大市值 流动性好的蓝筹公司 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 也就是A股市场的核心资产 经营稳健 增长稳定 分红多的公司呢 是他们的最爱 投资者啊 可以参考他们的选择 但也更要借鉴 他们的选股方法 放宽或者取消QP额度 对资本市场会产生哪些影响 来听一听上海投资者的看法 现在整个外汇储备的情况 整个国家是鼓励资本流入 这个对接下来一系列的 金融方面的改革都很有帮助 只有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以后 我们接下来的包括人民币国际化 包括这个最终的资本账户的 完全放开才能做下一步 过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这个资金的这个 怎么说股市吧 就是资金推动嘛 就是说水水池多了 水多了 这个可能对我们股市的拉动 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我觉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因为我觉得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里面 应该投资方面的这种资金啊 应该对应的投资公司啊 应该都是挺多的 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促进 上海这边的一个金融发展 加入那MSCI之后 就是中国也逐渐开放了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就是对于这个自由的交易市场 应该来说是比较好的 不少投资者表示 随着A股纳入MSCI指数 资本市场更加开放 加上我国外汇储备较为充足 外资大规模进入的条件日益成熟 多数投资者表示 取消或者放宽Q费制度 能够促进A股市场 更加国际化 机构化 同时价值投资的理念 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倡 我希望就是说 这种外资的大酒流入 特别Q费向下呢 更多的是机构投资者的流入 他们是比较专业的投资人 那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参照 帮助我们国内的机构投资者 更多的去做投资 那慢慢对股市的这个良性的 结构性的变化 应该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更亲切于价值投资吧 这样的话可能是 因为本正中国股市 还是题材股比较多 就是短期波动这种比较大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对整个股民的投资心态 以及投资理念上面 可能会有些帮助 未来的话我认为 可能会从国内的一些 传统的投资理念 慢慢地转向这种国际化的 然后与国际接轨的这些理念 继续来关注科创版系列专题片 俗话说 栽下梧桐树 凤凰自然来 要想培育优质企业 尤其是有巨头潜力的企业 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平台 我们也注意到 最近几年很多本土企业 选择远赴纳斯达克上市 像腾讯 阿里巴巴 京东 这些新兴互联网公司等等 没有一家在A股 这又是为什么呢 试点注册制以后 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开曼群岛 英国位于西加勒比群岛的 一块海外属地 是著名的潜水圣地 比起它的旅游业 开曼群岛更闻名于世的 却是另一个身份 世界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 眼前这栋毫不起眼的 五层办公楼叫阿格兰尼 是全球近两万家公司的注册地 其中不乏百度 新浪 阿里巴巴 腾讯 京东 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公司 在开曼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想去纳斯达克敲钟 开曼是中转站 中国内地的公司 为何千里迢迢到开曼注册 并且远赴境外上市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 在回顾上市历程时 都曾谈到其中的无奈 就是VIE架构了 然后按照这个国内也没办法 然后再 那唯一的选择就是香港 或者是纳斯达克 选择香港 还是选择这个美国 我们一直认为 首先应该选择在A股 但是由于VIE架构 我们没有在A股上市 马化腾和马云所说的VIE架构 是早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普遍采用的股权架构形式 VIE模式在国内被称为协议控制 是指境外注册的上市实体 与境内的业务运营实体相分离 境外的上市实体通过协议的方式 控制境内的业务实体 二十多年前 国内的风险投资理念并不普及 正当百度 腾讯 阿里 这些新兴的互联网企业 渴求发展资金嗷嗷代补时 国内却没有资本方 愿意抛出橄榄枝入股 在资本方看来 一方面这类互联网企业 盈利前景不明 投资风险巨大 又没有抵押物 他们更愿意选择如日中天 回报快速的不动产 因此 由于多种原因 当年一批互联网企业的初期融资 都来自境外 而且最终也都是绕道去境外上市 A股的大门 除了挡住VIE架构公司 还有诸多上市条款 比如盈利要求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达到利润指标才可以上市 那对于很多 包括像生物一样 包括像互联网 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行业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已经可能已经是行业龙头了 它都未必有利润 近十年 中国互联网企业获得了井喷式发展 并在全球资本市场取得娇人成绩 其中 腾讯市值从50亿人民币 涨至2.7万亿人民币 阿里巴巴市值增长至2.6万亿人民币 两家公司都进入了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行列 还有多家公司市值超千亿人民币 但遗憾的是 这些巨头没有一个在A股上市 A股现行的制度 对新经济企业的包容度不足 没有为他们提供便利的融资环境 和市场化的上市条件 大量的资本也没有渠道 输入这些成长期的科技企业 国内的投资者也就分享不到 这些中国企业成长的红利 这些现实促使A股市场反思 并最终改革其发行上市机制 吴小球 金融证券研究专家 曾参与多项资本市场制度改革 他坦言 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 证券市场 解决了那个时期工业发展的需要 但很多制度设计 并不适应后来新经济企业的 发展需求 所以我们很长时间把上市的标准 制定得非常符合 非常符合现代工业化的要求 就是说它重资产 重规模 重历史 重财务记录 重影响力 这些东西都很重的 唯一不太重视的就是它成长性 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年代 很多高科技企业 它在中国内地是上不了时代 因为它达不到那样的标准 不要再发生 像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等等这些一批 因为我们制度的原因 自己把自己说破起来 他们没办法 国内上不了时 跑到海外上市去 2018年11月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 科创版的各项准备工作 以超预期速度推进 并呈现几大历史性突破 第一允许尚未盈利的公司上市 第二允许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和 红筹企业上市 并综合考虑预计市值 收入 净利润 研发投入 现金流等因素 设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 与国际接轨 尤其是采用了以市值 而非盈利为指标的 五套上市标准 全方位地覆盖了中国目前 居于行业前列的科创企业 通过科创版这样一个路径 让我们在最先进 最领先的产业 最先进 最领先的技术这个领域 让中国的老百姓 能够进行长期投资 这是我们金融投资当中的 我们叫头道线 大家卖酱油 这是头道线 其实是最重要的 长期来看 最丰厚的利润来源 所以这个制度设计 实际上也是让中国的老百姓 分享现代产业 现代科技的长期投资设计 设立科创版并试点注册制 是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这次改革不仅是新设一个板块 更重要的是 这是首次在中国股票市场 引入注册制 是中国A股市场设立以来 发行上市制度方面 最为重大的变革 注册制的特点 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 未来 随着注册制试点改革逐步到位 发行 交易 信息披露 并购重组 退市等一系列制度 将逐一完善 中国资本市场 也将逐步走向成熟 以前列的改革精神 推进关键制度创新 真正落实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 证券发行注册制 坚持以增量改革 带动存量改革 充分地发挥 科创版的改革试验田作用 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以此带动 资本市场的 全面深化改革 稍后是网友互动时间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现在是网友互动时间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券商和房地产板块走强 投资机会怎么看 今天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 海负通基金公司 基金经理助理 范廷芳先生 欢迎范先生 既然我们今天说这两个板块 您能不能在一开始 先给我们投资者讲讲 这两个板块的 这些选股方法和技巧 比如说券商板块 很多人都说 这个券商 基本上就是一个牌照业务 就是谁家跟谁家的盈利模式 没有本质的区别 只不过就是规模大小的差别 所以说只看PE和PP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市场上 还有的没开板的 刺新的券商 动态PE就一百多倍了 有的也就是十几倍的样子 你觉得我们投资者 是不是只看PPPE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两个板块 各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是券商板块的话 其实除了PPPE之外 还是要从其他的角度去观察的 当然我们如果关注到券商板块 第一我们要看市场的活跃度 如果市场的活跃度起来了 那么我们再去观察券商的板块 第二我们要看 具体要稍微区分一下 比如说券商板块 为什么会有催化剂 或者为什么会涨 那么可能这次的创业 这次的科创板上市 哪家公司保健的比较多 哪家公司受益的比较大 可能就会弹性比较大 所以在看静态的PEPP的时候 可能不足以反映 它未来的券商的边际的变化 所以其实券商板块 跟其他板块区别也不是特别大 还是看这个新的增量 对它整个公司 或者行业的边际变化 而不仅仅是PE或者PB 当然我们如果 龙头作者 他可能选择困难症 或者券商比较多 区分不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集中 往龙头公司去倾斜 包括像这次科创板上市 其实龙头公司的份额 在进一步集中 就这个马太效应 在券商板块 也是在逐渐地形成 包括成交量的份额的变化 也是在往龙头份额去集中 所以如果不知道 怎么去选择 第一是要看一下PBK 也是个重要的指标 但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 甚至专业投资者来讲 也是倾向于往龙头去倾斜 当然龙头可能会稍微贵一些 可能有些偏质地差一些的 可能PB会稍微低一些 所以我觉得要综合方面去看 至于地产的话 地产其实是跟政策紧密 相关的一个行业 当一个地产 在过去十几年发展非常好 或者宽松 比较宽松的这个环境中的话 可能拿地相对激进一些 融资相对激进一些的 这种公司 发展增速会比较看 过去几年的报表也很好看 但是它的报表质量 在不断地变化 所以当大的环境变坏的时候 可能地产股的投资逻辑 也要发生一些变化 可能相对保守一些 过去几年看上去 这个时候反而显示出一定的韧性 在经济相对不好的时候 有很长的抵抗力 而且在反弹的时候 可能也会成为反弹的先锋 像昨天的保利的中报 也是成为今天地产盘案 反弹的主因 所以在最近包括近一段时间 融资环境相对紧的时候 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资产质量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PPE 其实说到这个板块 最近一段时间 可能很多投资者都有这种感受 就是今天在涨幅榜的前列 可能明天就在涨幅榜的后边 比如说光这个星期 草干林概念 这个种叶的概念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发现 相对来说比较强 比较稳定的 这个黄金概念和贵金属概念 都相对来说 在这整周当中表现都是比较好的 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板块的投资机会 对于这类金和银之类的 贵金属的板块 其实这类板块 其实跟宏观经济 结合相对比较紧密的 其实我们有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当世界 或者当整个政治经济格局 相对不是那么稳定的时候 这一类的有避险性质的资产 就会表现相对较好 而且你对未来的趋势越不明确 它可能反而越表现得越好 这跟其他的资产 是有点反着走的意思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是拿它用来做对冲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 你也知道 其实在犹豫中选择方向 你也不知道 这个横盘之后是涨势跌 而且从现在的趋势来讲 好像跌的可能性还蛮大 所以当这个时候的时候 大家在选择方向不确定的时候 可能会去寻找一种资产去避险 所以金和银的机会就不断地凸显 而且不光是中国的 可能有不确定的贡献 美国也是 就是全球其实连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机会 以前可能只是美国的问题 那可能中国经济是比较好的 现在整个全世界经济 就更加紧密 更加连接在一起来之后 这一类资产的避险性就更重 而且黄金价格 其实都是全球共用的 所以你这样 行情理论上来讲 会比过去要演绎的更加极致一些 你可能不能完全地 按照过去的经验 去推演金和银的涨跌 所以我觉得机会 如果不确定下来 机会应该还是有的 我们来看几个投资者留言 投资者看空的想法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致 有网友说是一致看空 我们的老朋友天不齐说 他觉得一点机会可能都没有 但是很多人也在提到 天不齐也说了 说QF限额的取消 是好是坏 还要辩证地分析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提核心资产这个话题 觉得这核心资产是QF非常关注的 当然很可能也是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中国A股市场转型的一个标志 大家更加关注 你怎么看待核心资产的选择 我们投资者该选择哪一类的核心资产 在未来一段时间 核心资产说实话 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受挫 最近一小段时间 包括外资的不确定性 流进流出 你也不知道今天会流进或者流出 而且外资其实在买和卖选择上 也有些变化 可能前段时间买白酒 后段时间买金融地产 所以我们总的判断就是 核心资产依旧是未来中国 两到三年股市的一个中间力量 或者说是打底的力量 然后这个资产里面也会出现分化 你不是说一个白马等于核心资产 好的白马才是核心资产 然后你要看到这个白马 你要看到这个资产 在未来的几年中 行业发展依旧是属于向上的态势 而且这个公司最好能在行业向上的时候 还能做出比行业更超额的业绩增长 这个才是最好的核心资产 像前几天爆雷的那些核心资产 最主要的表现 就是它的业绩增速跟不上行业增速 行业可能确实不行了 但它作为白马而言 理论上来讲 是能够相对抗跌 或者抗住这个行业下行的趋势的 但它反而跌得比行业还快 所以这个就是核心资产 也有一个证委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核心资产 我们肯定是看好 而且主力肯定是在这儿 但是在核心资产里面 也不能像过去一样 你只要是个白马 我们就一个劲往里面怼 就是老外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就是何况我们就更需要去 仔细地去甄别 所以具体涉及到以后 未来的方向上 我们其实也一贯强量 我们就看好两个方向 一个是偏犯大消费类的 这个作为基础的打底 这个也是中国未来转型的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是科技类的 包括高新技术类的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科装板上市 也是为了科技类的进一步的发展 提供了进一块大的土壤 做一个新的试验田 来为科技的发展助力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看好核心资产 特别是在泛消费领域 跟科技类方向的 这两条线的核心资产 那其实是可以中长期看的 但是这个泛消费领域 刚才你也提到了 有些行业龙头 还没有行业龙头的增速 前一段时间这些 所谓的行业龙头 也纷纷爆出了业绩不及预期 那么你觉得我们普通投资者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标的 我们该怎么处理 手中如果有的话 是现在就应该走掉吗 还是应该再看看 现在因为如果碰到了 万一踩来了 那我觉得建议立马制作 如果真的万一建议 但是如果在你手上还有 还没有爆出来有雷之前 我是建议你手上 一个一个的白马核心资产 都去筛选一遍 特别是关注那些行业 相对比较难过 或者行业在处于 下行周期的这种白马 也是要值得注意的 因为行业好的时候 大家都好 你可能有些小瑕疵 也会掩盖了 但是当行业不好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会被放大 即使白马有些风控 可能也做得不是到位 它也会被放大 所以我觉得 有核心资产 肯定是一个 当方向没问题 但是需要一个个去甄别 这些核心资产 到底有什么瑕疵 特别是关于 行业方面的瑕疵 你就有些违背常理的 你行业不好了 你还能超额行业 那么多的增长 那你肯定是多少有点疑问的 所以对于这些 有异常的东西 就特别需要关注 但是我们普通投资者 在这些龙头白马 不爆出业绩踩雷的情况下 我们是没办法甄别的 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让我们提前看到这一点 我觉得财务报表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比方说 作为机构投资者来讲 你可以提前去调研 你可以去上下游的调研 上下游的采访 跟上游公司聊天 但是作为普通投资点 财报分析 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其实很多白马 在爆雷之前 财报都是有预警的 你如果仔仔细细去看财报 它有些像 有些列表 它其实已经违背了 一定程度的常理 所以我觉得财报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点 其实我们也会根据财报 来筛选 这个白马股 是不是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或者是有可能 有爆雷的风险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有下滑趋势的话 你们看到了 如果持仓的话 会立即出局 我们不会 我们肯定还会结合 上下游的调研 还去公司调研 还去产业链去调研 综合来判断 那可能它的一个财报的变化 是一个季度的也有可能 那可能第二个季度就变好了 那可能就是中途的 一个小的变化 所以如果连续两三个季度 那我们确实 我们也是需要 但是可能我们普通投资者 不具备这个能力和实力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买基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还有个投资者 迷你说 券商走强是行情回暖的表现 从历史上来看 券商走强一般是 我们资本市场发展到 什么样一个阶段 是牛市的起点吗 券商走强 我觉得券商走 就是如果是牛市的起点 等于券商走强 但是券商走强 不一定等于牛市的起点 就这里面关系 还是不是对等的 当然如果券商起来 而且起来了一定的阶段 比如说成交量 从两市成交 就三千多月四千多月 到快一万亿了 持续了可能快半个月 那可能就是牛市的起点 那就征扎就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结论不完全对 但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还有投资者念石说 蓝筹科技才是永远的机会 那么蓝筹科技这个范围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蓝筹科技也有爆雷的 如果让你们来选科技股 你们会从哪几个角度和位度来看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 从它的做的业务 以及做的它的 就是它的业务的稀缺性 有没有 这是提议 其他它在管理团队的 相对的背景 因为科技行业的人的背景 是非常重要的 你原来是做什么行业的 你在行业内其中 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第三个 再是你的行业发展的方向 你比如说 虽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